新建区永平礼办公处举办消防安检际环保宣导座谈 希望透过专业讲解帮助李明对消防设备检查 防火措施与垃圾分类以及防诈骗建立正确观念 为提高李明对消防安全防诈与环保的意识 新建区永平礼办公处28号举办了消防安检际环保宣导讲座 邀请各大楼主委、总干事、消防际环保委员等相关干部 还有林长共同参加 永平礼长林沐山表示 因为里内社区近来遇到不少消防安检垃圾分类问题 因此希望透过专业讲解 帮助李明建立对消防设备检查、防火措施与环保的正确观念 让民众住得更安全更安心 来了解一下我们有关安全方面的 还有消防方面的 还有就是防诈骗 因为这最近也是很多诈骗的问题 还有就环保回射问题 林沐山地长强调 由于诈骗猖獗 所以新建警分局也特地前来进行防诈宣导 降低民众被诈骗的风险 此外因为新建与中和区爆发等个热疫情 包括新建区长陈宜君与新北市议员刘哲彰也出席活动 更一再提醒民众务必要小心谨慎 特别是警戒区域的民众尽量穿着长袖长裤 避免被蚊重叮咬 在我们整个疫区的控制范围 最近台风来了 之前所分洒的药剂可能都被冲掉 所以我也要求相关单位加强清销的一个工作 现在在这个比较严重的三个里 已经有在做室内就是家家户户的一个清洁 新建区卫生所呼吁民众要保持环境清洁 清理积水容器 防止病没闻滋生 期盼民众共同配合 以避免疫情扩散 记者是明正门奇新店采访报导